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乡土走进清新 看各地不同的风俗 看乡土长见识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清新是广东省清远市的一个区 那个地方有山地 有平原 是一个不太大的地方 由于人们居住的地方不一样 生活习惯差别就很大了 住在山里 村民们住的房子 待客的礼数和平原地区就不同 那住在船上的淡家人呀 他们的谋生方法也有自己的特点 还有呢 就是住在老宅子里的人们 他们呀 过冬五节的时候从来不吃粽子 这个地方在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的桃花湖边 给我们开门的是来村里做客的刘蓉 我们来采风 出来迎接的怎么是客人 主人呢 这是在当地的那个特色的 专门用于泪茶的那个瓦钵 你看它的底部啊 都是一条一条的细纹 这个是茶叶吗 这个不是茶叶 是枫叶来的 枫叶 哦 原来你们雷茶是用的枫叶 没错 它其实不是茶 哦 那我就带你一起来做擂茶吧 嗯 好 我们第一步是先把这个枫叶倒进这个瓦钵 我们再加入新鲜炒的花生米 这位叫陈仙贵 是桃花湖边上牛镜村里人 这间土坯房就是他们的 很多人都搬到山外去了 村里空了很多的房子 桃花湖周边环境好 有许多人来玩 老百姓就把自己的房子改成了民宿 用来招待客人 这样就可以增加一份收入 像这样的土坯房有年代感 特别受欢迎 刘荣就经常来 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也特别了解 它是我们本地的那个鸭角木 其实也是一个食材 它在这里面磨磨磨 一些小碎屑掉进这里 一样是能吃的 木屑也可以吃 对 这是一个能吃的木头 啊 能吃的木 好 雷好了 我们一起来尝尝味道吧 好 然后按照我们当地的口味 我们会加点那个盐 盐 陈仙桂他们代客的习惯 进门先喝茶 这样的雷茶喝起来有一股咸香味 茶是那个清香的味道 还有那个花生的炒过之后的香味 加了盐以后就有一点点咸味 清远的山区啊 老百姓经常要干活 要出汗 所以那个这个茶点里面都是加盐的 不是加糖的 补充大家的盐分 牛静村的前面是湖 背后是山 客人住民宿可以体验当地村民的生活方式 这些竹笋就是从山里挖出来的 新鲜的竹笋包了 先要放进开水里煮一下 去掉苦涩味 然后再切成片和猪肉一起炒 竹笋炒肉就是村民的一道家常菜 这些豆腐也是牛静村里老百姓自己做的 过油之后的豆腐又香又嫩 鸡肉剁成块 这是用来打火锅的 村民招待客人比较隆重的方式 就是打火锅 用鸡肉猪肉做底料 豆腐竹笋青菜都可以加进去煮了吃 我们去牛静村的时候 正是琵琶熟的季节 村民的琵琶树 只在房前屋后零星的栽了几颗 熟了自己摘了吃 住在陈仙贵他们的民宿里 不管是琵琶还是李子桃子 水果熟了都会请客人品尝 摘琵琶可以用梯子 梯子够不着的地方 他们用竹竿去摘 竹竿的前面 劈开了一道口子 把琵琶汁插进去 一拧琶就摘下来了 像陈仙贵这样的山里人 普通话说的不好 我们和他交流起来比较困难 刘蓉普通话和当地话都说的好 沟通起来就方便多了 怎么样 我本来以为挺酸的 但是吃进去了以后 觉得酸甜可口 并不是那么的酸 是吧 我们桃花湖旁边的水果都是这样 它个头比较小 但是有野味 然后汁水非常丰厚 清远市的清新区 前几年还叫清新县 这个地方处在山向平原的过渡地带上 有山有水 人们住的地方不一样 生活习惯就有差异 北江流经清新 它就是珠江的一条大的支流 在北江上生活着一群 靠捕鱼为生的淡家人 所谓淡家人 主要是指以船为家 靠捕鱼为生的人 广东海南福建等地的海上 有淡家人 在珠江的不少河段也有淡家人 我们在牛静村认识了刘荣 他普通话说得好 又懂粤语 是一个很好的翻译 我们想看淡家人的生活 请他来比较方便 这位叫何李明 五十八岁 船为掌舵的是他的老婆 卢力金 他们是淡家人 这条船是他们的家 也是他们谋生的工具 有了 有了 淋鱼 这是什么淋鱼 淋鱼 这是 这三个 这鱼好多 鱼 鱼网是昨天晚上下的 早上来收 收网的时候 我们本来想跟何李明聊天 可他完全听不懂我们说话 还是得请刘荣来 他们交流就好多了 现在收成可以 现在收成 都算是可以 毕竟太辛苦了 这条是什么鱼 这条叫边鱼 这是边鱼 这是边鱼 边鱼 这是北高河鱼 这条是北高河鱼 你小时候已经在巡选上山湖了 对 根据你老爸 对 我老爸住在长到现在 现在五十八岁了 现在五十八岁了 一天大概能打多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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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十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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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大概能 卖的鱼大概能有一两百块钱 你们常年在水上生活习惯吗 没有 他说没办法 他们都不乱乱 好 何李明和老婆都是在船上出生 在船上长大 没有上过学 到了成家的时候 父母交给他们一条船 他们继续捕鱼 并且在船上生儿育女 这一次收网还收起来不少的鱼 主要有鲤鱼鱼和鱼鱼 网收好之后 他们又找了一个地方 把网下到了江里 下好网 何李明两口子 在码头附近停好了船 他们开始收拾鱼 要做中午饭 有人把淡家人 称为不穿鞋的人 他们在船上是光着脚的 何李明的孩子们住在岸上 他们却一直住在船上 在船上生活习惯了 他们觉得吃住都很方便 看这朋友过来 你的海盆都举水啊 有海盆都举水 亲戚朋友来 看你 大家都是在船上做饭吃 看淡家人做菜 似乎也没有多大特色 鲜鱼是煎的 这样煎出来的鱼表面金黄 闻着就比较香 鲤鱼剁成块 先用油煎一下 然后加水焖 淡家人有自己的特色美食 鱼饭算一样 何李明要把鲤鱼做成鱼饭吗 相对淡家人来说 鱼容易得到 蔬菜和大米得去买 他们有时也把鱼当饭 所以称为鱼饭 这样炖出来的鲤鱼 就可以算是鱼饭的一种 过去人们把鱼腌过之后 再煮熟了做成鱼饭 鱼饭也是保存食物的一种方法 像何李明这样的淡家鱼船 在清新的北江段已经越来越少了 风里来雨里去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单调生活 年轻一代不愿意 这些上了年纪的 有可能就是最后的淡家人了 糯米面里面包空气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什么要炸那么大的油瓷 大鹅为何要放进草堆里去烧 休息一会儿 继续收看乡土 北江两岸地势低洼 有人靠捕鱼为生 也有人搞起了养殖 这个地方叫三坑镇 三坑镇的坑堂多 前面说过 人们谋生方式不同 待客的风俗习惯也有差异 来做客的是周伟华一家 这里的房子是他的表兄胡林坤的 有客人来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待客方法 胡林坤的家周围都是池塘 池塘里养的是什么呢 一张大网 经过大家的努力 最后合拢 网里面有鱼 而且还有甲鱼 胡林坤这次为网的主要目的 就是捕捞甲鱼 甲鱼是池塘里最贵的 要用最好的东西来招待客人 相对来说 这里的甲鱼还是比较珍贵的 水箱人家烹调甲鱼的方法 首选的是清蒸 就这么整体 人什么都不讲 就吃它的原味 把水烧开吗 可以的 不用烧热 这样烧开了 等到三十分钟 它现在是变了颜色 刚才是绿色的 对 看这边像海带 像海带厚厚的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也不放什么佐料 就可以吃了 不用了 有油有盐可以的 除了清蒸 他们把甲鱼还拿来打火锅 桃花湖边的人家 用山里养的鸡来打火锅 住在清新这个地方 人们待客的食物有差别 但是烹调的方法 却有相通之处 甲鱼有的地方也称为团鱼 可能因为它是圆的吧 在一些节日里 用它带客也有团圆之意 有大的节日了 那肯定就是和大家团圆聚在一起 然后的话平时的话 只有有时间 我们都会尽量收时间来 大家聚聚 来回顾清晰之间的感情 胡林坤的池塘 在清新区三坑镇的碑头村 它主要养鱼 同样在三坑镇 也有人用池塘来养鹅 村民养的鹅 因为其羽毛为棕色 所以被称为乌棕鹅 清远市的清新一带 人们养鹅比较多 大鹅在农村的一些节庆 和红白喜事中 有比较重要的民族意义 当地有一种说法 无鹅不成厌 待客的餐桌上必须有鹅 酱大鹅 卤鹅 都是老百姓比较喜爱的美食 三坑镇的乌棕鹅比较多 村民抓鹅有专门的工具 徒手去抓 鹅跑到水里去了 那就抓不到了 他们用U型的铁钩去抓鹅 特别方便 既能抓到鹅 还不伤害它 当地烹调大鹅的方法很多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种 这种方法比较有特点 收拾好的鹅 既不拿去卤 也不拿去炖 而是先放进稻草里去烧 稻草里烧鹅看似简单 实则不易 烧鹅一定要用稻草 木材煤炭都不行 木材煤炭的火太旺 稻草火力小 既要把鹅烧好 还不能烧糊了 在清新区三坑镇的雅文村 也只有吕国新等少数几位村民会烧 乌宗鹅烧得表皮焦黄 这样就算好了 实际上稻草烧的鹅还不能吃 这是烹调大鹅的第一步 用稻草烧是让大鹅外焦里嫩 用稻草烧过之后的大鹅要剁成块 放到锅里去煸炒 乌宗鹅体型大 两只鹅就可以做一大锅了 烹调大鹅的时候 要不断往锅里加白酒去腥 在煸炒的过程中 锅里会出一些油水 要把这些油水舀出来 大鹅煸炒得差不多熟了 盛出来备用 生姜蒜头小葱这些调料放进锅里炒出香味来 然后把大鹅再倒进去翻炒 再加上蚝油酱油等调料 这样一盘当地特色的烧大鹅就做好了 这样的大鹅味道浓郁 是很好的下酒菜 村民们傍晚收工回家了 就着烧大鹅喝上一杯小酒 让人感觉小日子就过得有滋有味 清新那个地方文化底润丰厚 人们聚足而居 很多村子里都保留着家族的祠堂 太平镇的门口港 村民以臣性为主 在端午节期间 大家会聚在一起做一些特色美食来吃 爱草是做瓷巴的原料 端午节吃瓷巴是当地的风俗 不是所有的爱草都可以拿去做爱瓷 没有味道的就不是 阿姨说 这个杆是放的 这个是圆的 这个能吃的爱草是圆的 这个不是 这个就是 但它叶子跟它长得好香 这个就是爱草 这个是可以吃的 是用来做那个爱瓷的 这个是不能吃的 但是跟这个爱草长得有点像 采摘回家的爱草 清洗干净之后 要剁碎 爱草特别嫩 剁好的爱草 要加进糯米粉里去 爱草汁水多 不用另外加水 糯米粉就可以揉成团了 这位用瓶子碾花生米的人 叫曾金秀 他把花生米碾碎了之后 加了白糖 这是要拿来当爱草的馅 没有什么东西 都开心 爱草包好了 放到锅里蒸熟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了 爱草做起来很简单 可以说一学就会 前面说过 鹅在老百姓的一些节庆活动中 少不了 这里的鹅也是乌宗鹅 大鹅在端午节里 是用来做水丸瓷的 下面村民要做丸瓷 丸瓷也叫水丸瓷 煮过鹅的汤 要用来和糯米粉 糯米粉揉好之后 搓成条 然后剪成一段一段的 这样的就叫丸瓷 大鹅的肠肝等 切了放进鹅汤里 剪成段的丸瓷 也放进鹅汤里煮 因为丸瓷是用水煮的 所以也叫水丸瓷 不管是爱瓷还是丸瓷 做起来都比较简单 一学就会 下面曾金秀他们要做油瓷 那就不容易学会了 面和好之后要包馅 如果说馅是肉或者是菜 那包起来就简单了 他们包的所谓的馅 什么都没有 里面包的是空气 里面有气 包的是气 这里面不包馅 这里面是空气 为什么这个包空气这么烂呢 那么烂呢 你慢慢烂吧 你看到没有 它先是一长条 它慢慢慢慢把空气挤到一坨了 你看到没有 它挤成一坨了 你看 包好之后 看起来像一个包子 面皮就靠里面的空气支撑 这样才不会塌下去 包好之后 放到锅里去炸 油炸的瓷巴 就叫油瓷 油炸的时候也有技巧 要不停地让球在锅里滚动 不然就不圆或者糊了 第一锅就没有炸好 灶里的火候没有把握好 换了一位经验丰富的人来烧火 灶里烧的是稻草 烧稻草容易控制好火候 火候好 油瓷才能炸得又大又圆 吃油瓷的时候要注意 先要把油瓷撕开一个口子 让里面的热气跑出来 如果刚出锅的油瓷 贸然用嘴去咬 会烫着的 油瓷又甜又糯 香味还浓 是人们喜欢吃的食物 门口港村的人们 聚在一起过端午 油瓷是点心 主要吃的还是爱瓷和水丸瓷 尤其是水丸瓷 既有汤还有饭 还可以把大鹅拿来当菜 每个地方过节都有标志性的食物 有的过年吃饺子 有的过端午节吃粽子 门口港的村民 喜欢吃糯米做的各种瓷巴 不过现在吃什么 倒是不那么重要了 大家欢聚在一起 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每天看香土 轻松一下午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盗田里的泥巴地里除了水稻 还有什么意外的收获 说好的插秧比赛 还没开始却遭到了攻击 为什么要打我呀 一盆碧绿的液体 美其名曰神仙豆腐 这跟神仙和豆腐又有什么关系 欢乐的节日 大家举杯庆祝 又发生了哪些意外情况 下期香土 带您走进湖北省恩师市 看大山里热闹的插秧节 下期香土